为了关怀秀林乡 国际私质会300A3区总监许玉璧 台北市新医私质会会长谢正雄和师友们 18号上午来到了小太阳关怀协会 进行捐赠物资 以实际的行动来关怀秀林乡 国际私质会300A3区 2023到2024年度 花林县秀林乡地震在后社会服务 18号前往秀林乡小太阳关怀协会 进行捐赠物资 国际私质会有一个基金 他说他有征集到1万美元的基金 那就隔天就隔几天就会报告 那我那时候也有请那个徐老师 做一些文档 也请他提供资料 说我们的社会战略进行 他有九村18个部落 其中有两个车磊 受害严重 大概有六十几 六百多户的灾民等等 最需要的是什么东西 他都列出来 我到总组跟那个我们总结报告 总结报告马上就反映说 那三十大部给你 马上来的那个反映 非常感谢我 我心意的我们的秀会长就说 呃你来报告一下 现在秀灵箱这边需要我们帮助多少 我们需要怎么去协助他们 所以到了A3G来报告之后 我就说好 那这笔全部应用在我们秀灵箱 希望能够扩大对我们秀灵箱的帮忙 因为我看到重度的灾害有750户 然后中度的有800多户 那我想就是没有办法全部帮忙大家 但是就是我们尽我们尽我们尽大的力量来协助 18号捐车后华林县秀灵箱地震灾后社会服务 捐车单位也是承办单位国际实质会30A3区 总监徐玉璧 台北市新域实质会会长谢正雄及会友 民主长曾兴华财务长曾修香 参市长王雅玲 GAT执行长王玉雪 GST协调长 黄秋美及那救助委员会主席李维珍 随对摄影长江文瑞大家一起把物资移送到修营箱来关怀大家的生活 记得就欢迎喜欢我们老